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心病或各种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彼此或是不爱彼此所造成的 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来看待彼此 因此这就造成他们表达爱或关心彼此的方式不正确了 例如说,母亲因担心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而荒废了学业 所以就强烈的阻止孩子玩任何的电子游戏 结果孩子的成绩不但没有好转 母子之间的关系反而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相反的,我曾经听过一位当亲母亲的见证 说她在祷告后得到感动要支持孩子玩电子游戏 于是她就好好地跟孩子沟通 表示妈妈虽然不喜欢她沉迷于电子游戏 但由于神给她感动要支持孩子 所以她只好顺服着感动 后来她才发现孩子在这电脑游戏中的排名是全球前三名 甚至一度母亲还陪同孩子出国 代表新加坡出席国际电脑游戏比赛 孩子也因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在玩游戏的同时 也在学业上尽力为了不让母亲失望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叫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支持孩子玩电子游戏 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都应该先寻求神的带领 所以请问你是否可以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而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方法呢 当然在你改变自己之前你先要得到改变的理由 第一 你改变是为了要顺从神的旨意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 记载着使徒彼得有一次温游向外 听见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尸 彼得开始很不愿意 因为他从不吃俗物和不洁净之物 于是又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彼得有了那次的经历后 才意识到神的救恩也临到了外帮人身上 由此可见 神的慈爱是超出律法 超出人的传统的 从彼得的经历 我们也晓得神可以要我们走出舒服区 要我们做出超出想象的事 因这缘故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听到神的声音 以及认识神的旨意 你需要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要得着人造就人 如果我们经常带着自己固执的想法 而与人起冲突 这只会破坏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而渐渐地把福音的门给关闪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 说 所以当我们学习保罗所教导的 凡事都为了福音的缘故 而不是叫自己得到好处或单单为了讨好人 这当然也包括了改变自己的眼光 兴趣 方法等 虽然说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应该学习改变自己 但我们要避免进入到 为了改变而改变 而妥协信仰的状态 例如说 如果家人反对你受洗 你就为了要与他们和睦 而一直延迟受洗 还有就是 如果家人或配偶担心 你受到病毒感染 而不让你到教会参加崇拜 难道你就听他们的话 每周就留在家里 献上崇拜吗 你要知道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这正是你向家人解释 你为何要去教会 以及为何要受洗的大好良机 同时 这也将会让你反思 自己为何要听从神 跟从神 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先把这事情带到神面前 求神帮助你 指示你 我相信神会把你当说的话 和你当做的决定 清楚地向你显明 当你靠着圣灵的帮助 把当说的话 说出来之后 你可以安然地 把结果交托给神 当然 我不是在这里建议 你跟家人闹翻 或故意地跟他们作对 为了尽量取得 他们的谅解与认同 你更是要好好的祷告 并在其他方面更有耐心 更有爱心地贴近家人 帮助家人 你当记住 我们不是靠着血气 争战 我们的仇敌也不是那属肉体的 所以我很喜欢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这句经文说道 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练像鸽子 说到底 更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 说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找救人 当你无论做何事 都是出于爱神爱人的时候 我相信神会将他的智慧 荣耀和权柄都加添给你 那时你无论要改变 要让步 或是要坚持立场 神必会引导帮助赐福你